哈喽大家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就如标题所示 我终于买了这个Osmo Pocket 3 其实这个我也观望了蛮久的 就是在想要和不想要之间反复横跳 而且之前官方店就是去问我一直都没有货 正好是上周五的时候把它给去官方店预定了 然后说最近会倒一批 所以昨天就拿到了这个 当然昨天在店里我已经把它拆箱了也激活了 所以就是不是一个开箱视频 但是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买这个的一个原因 然后当初纠结的点 还有我现在主要的一些拍摄视频所用的设备 还有我昨天用了一天后的一个大致的感想分享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全程没有广告也是成熟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因为在摄影这一块的话我也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每个人的一个需求跟自己的感受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那我们就废话小说直接开始吧 首先说一下当初这个纠结买不买它的点吧 因为当时想买呢也是考虑到 首先这个Pocket是非常火的一款产品 然后之前也看了不少测评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我平时旅游也比较多嘛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款这样的设备的话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小种草的 那其实不想买就是纠结的点呢 其实并不是价格 因为我个人觉得Pocket这个价格的话 它我买的是全能套装 这个一整套的话是4499 我觉得还OK 因为它平时出去旅游啊 可能一两次就要花掉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价格的话倒不是一个最值得纠结的点 我之前比较纠结是因为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必要买 因为很多人说买来会吃灰 然后这个东西呢又说它并不是很便携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是带了一个这个壳子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重量 那我就考虑到它的便携性如何 我会不会出去的时候就不想把它随身带着了 会不会就让它就是闲置了 然后我因为平常我自己的话 拍日常的那种Vlog又比较少 就是平时在武汉一些闲逛那种 我现在都不怎么拍了 一般只有旅游去用 所以它的利用率如何 也是我会考虑的一个点 第二个要纠结的点呢 是因为我自己用的是苹果14pro 我现在其实它拍视频 我觉得还是完全OK的 因为它的防抖啊 然后做的也是挺好的 包括它也有那种电影模式啊 然后它拍 如果说是白天的话 拍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像我之前的视频 也有人问过我是用了什么设备 因为觉得拍的很稳 但是其实我就是手持的手机 我也没有去用云台什么的 所以苹果手机你平时出去旅游拍 它防抖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拍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用剪映去 进行一些视频的编辑 就非常的快速 而且我因为电脑也是Mac 所以如果我要传视频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丝滑的 就是无缝之类就可以把我做的视频 弄到电脑上去 然后直接在电脑端去用电脑的剪映去剪 这样就非常快 不会中间有增加那个导视频的一个麻烦 所以因为我知道那个Pocket 它是用储存卡的 虽然我也有听说它可以跟手机传输 但是因为没有实际用 我不知道它那个传输的速度如何 然后方不方便 然后画质什么的会不会有压缩什么 所以这块我可能也是会当时就考虑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导视频如果很麻烦的话 也会就是让人可能没有那么有心力去剪视频 有时候就会拖延什么的 所以这几个就是我当初可能会纠结的点 然后我再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 我现在目前常用的一些拍摄设备 那如果再加这个固定机位 像我现在用的这个相机呢 就是在家只要是室内的环境 然后固定的我都是用这台设备拍摄 就是索尼的DV1 就是这一款相机啦 然后这款相机也还是用了很一段时间 基本上在家就是一个相机 然后加上这样一个三角架 因为它有一个这种翻转屏嘛 所以就比较好看 就是你镜头是怎么样的 然后它对焦也挺快的 那我主拍摄在家就是这个索尼的相机 其实在这款相机之前 好像给大家分享过 我当时是用的那个加冷Mark II 因为那款也是一个比较火的Vlog相机 后来是因为它对焦感觉不太行 就是有时候拍些那种小物体 然后近景的时候 你可能这样放的话 它对焦速度会很慢 而且有时候会对不上 你得手动去按 所以后来我就立刻就换了索尼 因为索尼这款相机 好像它就是对焦会比较强大一点 然后确实用到现在 我觉得它还是挺不错的 一般家里固定机位就是用它拍 但是这款相机呢 我是不会带出户外的 就是我旅游是不会带这款相机去拍视频的 一个是因为就是相机本身 它可能它的防抖都会有点问题 而且如果这么大一个设备的话 你要再加一个三角架 你举在手上是非常不便携的 尤其如果说你要自拍的话 其实你就得就是要拿 拿得比较远 然后怼着脸 就那个会 它反正不太适合 是一个出去的那种旅行相机 那一般到户外的话 我就是用手机拍摄 基本上之前所有的旅行视频 我都是直接用手机去拍摄剪辑 就是它的缺点 就是因为我要拍很多旅行镜头 我很多时候是需要开广角的 但是它一开广角的话 它的画质就会不太好 然后夜晚拍摄的话 画质也不很好 而且苹果的夜景会出现一些鬼影 就是一些那种小的那种光点吧 这个我觉得是它的一个问题 而且尤其是我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 我需要比如说自拍那种角度的话 它前置拍摄也是比较拉垮的 好啦 那下面就来介绍一下 我买的这个Osmo Pocket 3的这个全能套装 然后全能套装是包括了 给大家讲一下 它有一个机身 然后一个这个保护壳 然后还有一个麦克风 对 它这个全能套装是带一个麦克风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 也是促使我去要买全能套装的一个点吧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增广径 然后还送了一个收纳包 然后充电线 它那个手柄的话 是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小手柄 那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但是它唯一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在后面装三脚架 然后还有一个续航手柄 就是像一个小充电宝一样的 然后你如果这个没电了 就可以插那个续航手柄 边充电边拍 然后还有另外有一个三脚架 它这个里面带的这个大将的 一个小收纳包 就是长这样 其实还蛮小巧的 还没有一个我化妆包大 所以我之前看过别人开箱视频 以为是一个还有点特别大的那种 但是这个其实 拿着手上特别轻又特别小 基本上放在我的所有包里 都可以放下 然后因为网上的那个 Osmo开箱视频都特别多 所以我就不会说一一给大家介绍 每一个小配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一下那种专业的博主 去看他们的开箱 我今天分享就是想给大家 大概的分享一下 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 以及我使用了一天之后的一个感受吧 像它这个小小收纳包里面 其实都有每一个格子 就是它的所有的配件 都有一个专门自己该呆的地方 所以你在收纳的时候 以及你在找配件的时候 其实是蛮方便的去找的 像这个就是那个 一个充电的那种小头 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 小一点点的 这个是把它增长一点 以及它底下就有一个这个口 你可以装三脚架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迷你三脚架 这个支撑起来也是很稳的 当然这些所有的配件 就并不是说你每次出门拍摄 都要把这些带全 就是看个人的需求了 然后这个里面呢 还有这个麦克风 跟这个小小的防风套 它这个都是在这个全能套装里面的 然后我这个装上的呢 是它的一个保护壳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本机它取下来是这个样子 其实拿手上非常非常轻 我觉得跟我手机对比的话 我手机要重很多 其实这个是相当相当轻的 然后它这个开机什么的 就很方便 就是一键这样推开 然后它就是自动开机了 以及它是可以支持 你的横屏拍摄跟竖屏拍摄的 你像这个状态就是横屏拍摄 然后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转成竖屏的话 它就是可以直接拍竖屏的视频了 然后这个具体的一些 拍摄的东西呢 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分享 大家就是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测评 然后之后如果我实际上把它用起来出去旅游了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看我的旅游视频 来看看它的效果 然后这个保护套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这个裸机 它其实这个镜头是比较脆弱 之前我看一些博主的测评啊 也是说这个东西就虽然它很轻便 然后很多人会想说 我能不能直接把它扔包里 或者是直接放口袋里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 它这个镜头会比较脆弱 然后你可能一碰它 它就会转 所以它会给你提供一个这个保护套去把它固定一下 最好的话就是把它放到这个保护壳里面 然后再扔到包里 这样就会比较保险一些 这个加了保护壳其实也没有很重 我觉得这个说实话 拿上还是可能这个重量跟我手机差不多吧 然后这个加了保护壳的话 就可以直接扔包里了 然后如果说你出门是要多带点套装的话呢 你就可以不带这个保护壳 直接把这个机器呢就放在这个小包里 然后把这个小包放在你的大包里 这样其实加起来也不是很重 就哪怕我又带保护壳 又带这个包 丢在我包里的话 我觉得可能加起来重量 就跟我一个充电宝的重量差不多吧 所以重量上我觉得是OK能接受的 然后它这个麦克风的话 因为它是自带的嘛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比较方便一点 就是你只要开机 开这个Pocket 然后开这个麦克风 它这里有个开机键 它就会自动连上 你就不用去操作任何的其他的按键 也不用去重新连蓝牙什么的 这个就是挺方便的 好了然后讲一下我昨天使用一天下来的一个 大概的感受吧 但这个感受只是我浅浅用完一下的感受 后面如果说用的多的话 可能再会出一些视频给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它就是 刚刚给大家展示了它的横竖屏切换 就是非常的无缝切换 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拍短视频 就现在不是流行竖屏短视频嘛 也可以去用它来拍 然后像我出去旅游那种长视频 我肯定都是拍横屏的 就是也可以用它来拍 所以是一机多用 不像有一些可能那种卡片机啊 或一些相机啊 你要拍竖屏的话 你可能就 我个人感觉那个操作起来 就没有那么的自如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 它会有一些那种小的功能 或者是小的一些运镜的技巧 比如说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让这个镜头去进行一个 90度或180度旋转 那个特别适合旅行拍风景 拍一些那种什么教堂的顶啊 然后一些海平面啊 那种就特别适合 所以这个一些 就是小的完转技巧 那个我后续就是在看看那种教学视频嘛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 像我平时出去旅游的话 因为我刚刚提到用手机去一个人旅游的时候拍摄 肯定要需要用一些那种前置去自拍 那个时候就会发现那个画质非常的不行 而且它也不能就是广角自拍 但这个的话 因为你它这个镜头都是对外对内 它都是用的那个镜头 所以它就不会存在说你自拍会损画质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就特别适合一个人出游你也能够拍出 不管对风景还是对自己都是无损画质的 而且它自拍好像是可以人脸美颜的 然后也可以人脸追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然后像刚刚提到我觉得那个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我觉得它整体来说是比较轻便也比较便携的 就是我目前使用下来不会觉得说好重放在包里 也不会觉得说好像要拿取很麻烦 这个点就是已经让我放心了 第三个比较便利的点就是它的充电是这个Type-C的接口 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很方便 就是你不用再另外带充电器 像我现在的所有充电宝都有Type-C 而且我平时有一个平时出门都带的一个充电器 就是它是一个三合一的 它也有Type-C 所以我就不用说在另外带什么充电的设备 它就直接用Type-C就可以充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之前比较关心的 就是它跟手机之间导视频的一个便利性 因为像我用手机拍就不用说嘛 那就很快 但是我这个试了一下 就是它下载它一个专门官方的一个APP 然后直接把它连接起来 再用手机去下载视频的话 它是用的那个蓝牙传输下载 就不会耗费你的流量 那个其实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然后下到手机也是它的原视频 你也可以直接剪 就不会损画质什么的 然后它也有提供一些那种 就是在线的一键生成视频啊 就不用你自己去剪辑了 那种就对于大家比较懒得剪辑的 然后就想快出的那种也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这个我感觉传输上的话 跟手机是OK 只要你不是说几百个视频要起传 就是一些小视频一起传的话 我觉得是还OK的 然后如果说它是传到电脑 因为它是那个储存卡的嘛 那就跟你相机导视频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便利性上我觉得还可以 是可以接受的 那刚刚提到这些就是 我觉得目前使用下来 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些点 那缺点呢 也不叫缺点吧 就是我个人觉得一些 稍微欠缺那么一点点的 也有 第一个就是它电量 确实会用的比较快一点点 当然它充电也很快 就一般40分钟到一个小时 就整机可以从零充到百分百 一个充电的那个小头 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带 然后随身要携带有 Type-C的充电宝 或者是至少是有 Type-C的充电线 这样你如果旅游在外面 拍一整天的话 至少有一个可以充电的机会 然后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 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 确实这个丙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点微微发热 不是很烫的那种 但是确实会有一点微微发热 不过像我的手机拍摄的话 就是哪怕没有拍很长 也会有一点点发热 尤其是在武汉西南 这么热的夏天 如果是在户外的话 那都会发热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OK 然后第三个 也不是说完全缺点吧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方便的 我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它这个机器本身 是最好不要直接揣在口袋 或者是放在丢在包里的 因为它这个 一个是屏幕 还有一个是这个镜头 可能会比较脆弱一点点 容易弄伤 所以最好是 要先装到这个小壳子里 去再放在包里 然后你下次拍的时候 也要从这个小壳子里拿出来 所以就是可能会 多了一个步骤 就没有那么那么的便捷吧 好啦 那这个今天关于 这个Osmo Pocket 3的一个分享 我其实最后想总结一下 就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 因为之前刷某红书的时候 就很多帖子是说 踩雷了 接灰了 或者是超好用 就是两种极端嘛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产品呢 还是要看你个人的 使用的场景 跟你的一个需求 和你使用的一个频率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 不太喜欢拍东西 就甚至你拿手机拍摄 都不是说很能想得起来 要去用手机去拍点什么 而且对于那些 比较懒得剪辑的人 就是你素材 可以一堆放在你的 存储卡里面 放一两年都懒得 拖出来剪的人 那这个产品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买 因为买了可能大概率也是吃灰的 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拍摄 而且非常喜欢旅游 经常去户外 如果说是你有这个需求 然后你也可以达到这个使用频率来说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因为它跟手机是不一样的 像我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手机可能我又要拍视频 然后有时候又经常要回微信 就是我会不停地得用手机 就导致我整个时候都是得拿着手机的一个状态 然后电量也会有一个电量焦虑 像我有一个专门的设备用来拍视频的话 我就会觉得把它分离的开一点 我就只需要拿这一个设备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会对于我来说更轻松一点 然后剪辑这块呢 我也是一个一点拖延针都没有的人 所以我不会存在说可能素材一直放到卡里 然后拦得倒出来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不太是问题 我个人觉得它是很大程度解决了我的一个诉求的 就我之前可能觉得手机拍摄了一个比较大的弊端 就是一个是它后置开了广角之后会不太好 然后它的夜景会不太好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需要拍前置自拍的时候 它的画质会很差 然后这个Osmo Pocket呢 我觉得它三个都能够给我很好的解决 所以我大体上是有这个需求 我也比较满意的 所以大家在就是要不要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不要盲目的跟风 可以去思考一下你的需求 你的使用频率 然后再看一看自己适不适合这个产品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个个人分享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就是对这个产品啊 或者对品尝拍摄啊或者对旅游啊感兴趣的也可以在今天的评论区或者是弹幕跟我一起互动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别的想看的内容呢 也欢迎给我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